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秒飞食物 我是飞哥 今天早上一大早去了市场买了一点牛腩碎 这种牛腩碎呢 它价格呢 比较实惠一些 二十块钱一斤 而且我觉得它比牛更难更加好吃 更加有口感一些 这里面很多碎碎的 什么东西都有 而且这种口感呢 特别好 像这种是牛的肠子啊 牛肚啊之类的 都有的 像这个就是牛坑楠 像这种 如果一整块的话是比较贵一点的 像这种还是口感比较好的 你看 像这种 有牛肠啊 牛肚啊之类的 像这个 牛肠 口感都是会很好的 像有一些牛筋 这一堆都是非常不错的 像这种都是比较丰富一点 口感也比较好 现在天气越来越冷 大家要注意保暖 多吃一些温补欲寒的食材 像牛肉 牛腩 羊肉之类的 都是比较温补一点的 另外准备一些大料 这里面有八角 桂皮 香叶 橙皮 沙仁 一个炒果 还有几个干辣椒 好了 我们先把它焯一下水 牛腩冷水下锅 一定要冷水下锅 水开了之后 紧致了 那个血水就出不来 加入姜 葱 米酒 开大火 把水烧开 等待之间呢 我们调一个焖牛腩的料汁 把里面加入两块腐乳 一块腩乳 再加一点腩乳汁 一勺黄豆酱 一勺的猪猴酱 一勺蚝油 生抽来一点 再加一点胡椒粉 鸡精 用勺子先把腩乳腐乳压碎 像这种红焖的菜呢 最好是有一些片糖 但是没有的话就用白糖也是可以的 然后再把六汁搅拌均匀 这个蒙牛腩的六汁就调好了 这边牛腩水已经煮开了 煮出来的浮沫用勺子把它打掉 这个牛腩让它稍微多煮一会儿 把它煮得差不多熟了 再拿出来切就比较好切了 牛腩煮熟了之后呢把它捞出来 放到清水里面去 把它冲洗干净 清洗干净以后 先把它改刀切成条 然后再把它改刀切成块 煮熟了的牛腩是比较容易切的 也比较好切 切好了以后放到盘子里面去备用 准备两个白萝卜 先把它去皮 现在的白萝卜贵的 这两个白萝卜就十几块钱 天气变冷了以后青菜也贵了 现在市场上面 青菜有的八块钱钱 我有命 青菜也不难吃 把头尾切掉 先把它分成四半 然后再直刀把它切成块 切好放到碗里面去备用 准备一些姜和小洋葱 姜改刀切成小粒 这种干葱呢 把它也切成小块 切好放到小碗里备用 大料把它清洗一下 把上面的杂质给它清洗干净 好了 炒果用刀给它拍一下 把它拍破就可以了 杀人也用刀轻轻敲一下 切好放到盘子里面用 所有的食材呢都准备好了 锅里面烧油 油热了之后呢就可以下入牛腩 刚才焯水用的姜片也一起放到锅里 用中火慢慢煎制 把水分煎干 煎制牛腩有少许的焦荷感 这个时候就可以下入姜葱 还有大料 继续翻炒至姜葱的味道和大料的味道 都能够很好的释放出来 这个时候再下入调好的料汁 把料汁里面的酱香味给它翻炒出来 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颜色 如果不够色可以加点老抽上色 稍微再翻炒一下 让牛腩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上色 加水差不多没过一牛腩就可以 不要放太多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大火 把水烧开 锅里面的汤汁煮开了以后 把牛腩转到高压锅里面去 高压锅就可以吃得快一点 你用炖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吃呢 盖上盖子 锅上去了以后 转中火压20分钟 等待时间我们把萝卜焯一下水 萝卜煮个五成熟左右 这个也先把它捞出来 放到一个沙包里面去垫底 20分钟以后 拔掉高压锅上面的顶盖 把砂锅落到火上 等高压锅里面的气跑光了以后 就可以开锅 现在的牛腩已经软烂入味 把里面的辣椒和大料全部剪掉 这个时候要尝一下是不是够味 不够味再加一点盐 搅拌均匀了以后 把牛腩倒入高压锅里 因为里面的萝卜还不够熟 所以再焖煮10分钟 焖煮10分钟以后 里面的萝卜就完全熟透了 这个时候在上面放一点香菜 点缀 现在的牛腩包就好香啊 口水都要流了 今天在市场顺便买了一点粉 把粉放到碗里 再打上两勺牛腩 再放点萝卜 再放点葱花和香菜 好了 萝卜和牛腩全部都熟透了 接下来我们整一个干烙牛腩粉 哎呀 这个是爽爽爽的 真的是酥苦啊 来块牛腩 萝卜 萝卜 萝卜已经软烂入味了 冬至萝卜下支酱 不用一生开要发 这个萝卜果然是灵魂 嗯 这个牛腩干烙粉的是绝吧 牛腩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这个是像牛肚 好弹牙 好吃这个 这个比 那个牛坑南好吃很多 而且牛坑南又贵了 四五十块钱一斤了 这个才二十块钱一斤 几十块钱得一大锅 全家人吃不完 好了 本期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帮忙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